嘉義縣兩週前才抽出大獎 是一間500萬的青豪宅 兩房一廳建案也動土了 就在嘉義的高鐵站附近 多讓人興奮的一件事 得主卻跟投獎擦身而過 因為拿不出抽獎發票 中央去年推出正新五倍券 刺激消費嘉義縣府加碼 建商贊助投獎一間市值500萬元的青豪宅 而二獎是遊艇 今年5月16日開獎 投獎得主是一位許信民眾 花了一萬兩千六百元 在逐期消費 得獎人有出現 卻沒有發票單據 豪宅沒送出去 縣府會跟捐贈的建商討論 是否保留到後續新的振興方案 而得主弄丟紙本發票 如果是存雲端載具 結局就不同 因為你中獎是直接運動發票存在你的那個載具裡面 那萬一你存在載具裡面來講就不會有於是的問題 假設他沒有辦法提出正本或贏本的話 那大會當然會認為說你可能不是真的是得獎的民眾 那民眾的話你為了顧及你的權益 你也可以提起一個叫做債權存在之素 抽到五百萬的大獎 得獎者卻把發票弄丟 連銀本照片都無法出事 現在已經過了5月31號對蔣期限確定喪失領獎資格 這是老天捉弄人還是不夠幸運 得主應該拗死了 發票到底被他丟哪去 TVBS新聞替建亨加一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開啟通知小鈴鐺 綜藍